歡迎收看Best Square Gaming,我是阿易 找米奇幸運標記的攻略終於來到最後一集 今集我們來到Big Hero 6的世界 一進來就已經有一個米奇標記在面前 然後我們走出屋會看到一個壽司人偶 我們站在他的頭頂,向下望就會看到草堆有一個 然後我們爬上去有很大個M字的大廈屋頂 看過去對面的時候就會看到有幾個和服少女握線 在線上有一個 然後到中央區左邊的建築物 有一個魚在這裡飄浮 其中一個幸運標記就在一條藍色的鯉魚上 然後我們去到地圖北面,那裡有條橋 橋的下面有樓梯 米奇幸運標記就在樓梯那裡 然後我們上回到橋,那裡有一個電車隧道 我們站在中間的駁位就會看到一個米奇標記 但我們可能要拍的時候要走一條位 拿了這個標記之後,我們走出隧道,向右邊跳下去 在咖啡店門口的黃色車上有一個 然後回到電車隧道 有一棟哥樓大廈 在最頂端的柱上有一個 最後一個,就要晚上才會出現 就在很大的N字的大廈 有燈光射了一個米奇頭出來的 這個世界總共有11個米奇標記 當儲齊射這麼多個世界的米奇標記之後 就會出現隱藏影片 隱藏影片就留在第二條影片再說吧 今天的攻略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Like和Share給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還有點當初,我們先別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的按鈕 這請訂閱我們就請訂閱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請訂閱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我們下條影片 做影片我們下條影片